首先打开电源 这边黑色按钮 设备打开需要一定的反应时间 我们看到页面 它分F1 F2 F3 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F1和F2 后面属于调试工程师 调试参数所用 这一款设备 它主要是针对打名牌所设计的 它的范围在19x110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软件 首先点F1 点F1之后它会赠回原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显示它是一个调情况 然后我们需要建立的就是在第三个标记 然后建立 然后它有好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维本 第二种类型是扇形 图形图形就是图片 然后标尺 然后一个绕行点 我们建普通的就是建立文本 选择文本 然后在这里输入内容 输入想打印的内容 然后调写它的字体 这里有好多种字体 这里根据客户的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我们推荐的是第一类RSO或者第二类罗马字体 然后下面有个汉语字体 这个是打汉字所需要的 现在我们只打数字和字母 不需要用到汉语字体 然后调整它的字高 字宽 这个根据标标牌上所有的空间来选择 然后现在这个要成5.5.5.8 然后选择无边码 然后下面这个是如果是流水号 自动增长流水号的话 选择流水号 还有VIA码日期 这一个只需要用到母边码就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建立之后 它会在这个显示框里显示你所要打印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 然后要对针选择左下角 然后这个你可以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 然后这个针会跟随着你动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动到调到要打印的位置 好 过了 没开 过了 没开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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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针稍微降一点 然后降到打印面很近的距离 这样我们可以调得更准确一些 然后你看现在位调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这个位置 打印的时候 这就是要打印的4的左下角 可以看到内容 我们可以调这样的 这个位置就代表了4的左下角 然后我们再重复原来的那个动作 标记建立文本 然后再输入你想打印的内容 它后面的字体 字高字宽 会根据你上一个所设置的 而自动生成 你就不需要管了 然后就点OK 然后OK 然后它无用选 像上一个 然后我把它调到 调到要打印的位置就可以 然后一次类推 打多少个就键多少个 然后看起来 看起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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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打印之前啊 我们选择 我们要把针调到这个针尖 离这个打印面 五到六个毫米之间 把它拧紧 然后这里有个气压表 气压表调到气压的话 你旋转这里 选时间旋转气压会送上 把它调到三个气压左右 0.3个气压左右 0.3兆帕就是 然后把它锁定 然后按开始 按开始打印按钮 就可以进行打印 可能不重口 如果想调节这个深度的话 可以适当的增加气压 或减小气压 像刚才没有打印到 我们就可以适当的 稍微再加大一点气压 可以适当的增加气压 可以适当的增加的增加 所以第二张 是什么呢 可能会适当的增加的增加 来来的文件进行保存 起一个起一个文件名 然后便于便于下次我们再次打开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调节了 同样的东西就可以再次我们现在先退出 你可以看见 当我们再次进入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直接打开就可以 这也不需要再进行调节了 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印